白色這個比較低 白色這個手機一座 好今天呢 只要跟大家講幾個重點你就賺到了 不熱當 抱歉不熱當的GoPro 4K錄影一個小時不熱當 4K錄影一個小時完全不會熱當 關鍵就在這條線 這條線 這條線呢會是一個重點 頭箱BO類謝謝你的頭箱 這是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就是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只要這樣子做 你就不會熱當了好不好 就不會熱當了 GoPro不熱當就等於工作效率的提升 接下來還有一堆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怎麼看它怎麼弄它怎麼搞它 然後 然後 另外一個 省力 高效率的 無人八卦棍 可以背在身上 背在身上 背在身上 然後伸出去就是 無人八卦棍 就這麼簡單 會一直講一些 會一直講一些 呃... 好 這個可以背在身上的無人八卦棍呢 我已經拍了很不錯的作品 自己覺得啦 因為那時候我還要照顧 還要顧著我爸爸的心情 然後我就是隨手把它伸出去 那伸出去之後呢 就 擺來擺去擺來擺去 然後 然後 多部電池蓋怎麼拆 打開 然後拉 然後呢 再45度 就下來了 很簡單 那 痾... 你稍微看到它會有一個缺口 掰下來就行了 沒有很難啦 好 那麼無人八卦棍 這個背帶呢 請大家記得一下 這個200元的背帶 讓你 真的 可以腳架 還有力量很大 力量蠻大的 然後 199啦 的背帶呢 記得齁 背帶改成這個 軟的 我們這個來的時候改成軟的 請雅慧來一下注意一下 那時候會出錯 那這個很有彈性的綁帶呢 可以綁你的三腳架 你就不用帶包包 然後移動的時候很有效率 就這麼厲害 這個東西 五郎八卦棍400號 好 講原理齁 GoPro在這邊呢 因為有幾個 關卡處理掉 這個原本它那個是 硬式的魔鬼站 在它桌上 那個拆下來 另外處理 另外定價另外賣 那我們給它好一點的這個 全部換好一點的這個 好 那麼首先呢 GoPro這個框會發熱 很熱 這是第一層散熱 GoPro的框 第一層散熱 第一層散熱在這邊 第二件事情 把電池拔掉 第三件事情 用這個什麼呢 DC 包括M4S Plus M4SDC M4Z 都擁有這個頭頭 這個頭頭 拉一條線過來 但是記得齁 這條線非常的硬 我這一條非常的硬 原廠的 比我還硬你知道嗎 那麼 居然能用 它居然還是能用 可是呢 我會告訴你 你一定要去買一條 那個叫 90度的Type-C 拿一條給我 90度Type-C會很好用 90度Type-C 你看它纏成這樣的照樣 好 哇37人啊 人哪冒出來的 直播公社 好 直播公社 謝謝直播公社喔 有那麼好的這個 這個分享原地 讓人數能增加 直播公社 謝謝您喔 直播公社 好 這樣子就直播了 好的 你如果是廟會或者是 大倉庫要直播 廟會大倉庫要直播呢 你用這樣的播法 可以播的不要不要的 而且非常的穩定齁 然後不會熱當了 然後這裡會很燙 還好啦還可以接受啦 還可以接受 那麼 電供電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請你記得買這種線喔 這種線 這上面這樣子接上去之後 下面呢 90度接 接 然後往下翹 往下翹 好 那麼你還要再更猛怎麼辦 還需要更猛 可以告訴我喔 你刷播六我可以讓它更猛 就是 這裡再充電進去 這裡再充電進去 然後這裡再供電給它 那你就更猛了 好 GoPro要好用呢 基本上還有一個原則要注意 哇 已經1小時06分的4K錄影了 目前還猛猛的在這邊運作中 不得不佩服 好的 這個 這個叫做 什麼東西 這叫什麼 沒有啦 英文名字啊 QG什麼 QG7 QG7嘛 加熱熱靴是QG什麼 去確認一下 好 這個是QG7A 待會要上演的是QG7 QG8 QG8 看 忘了這個名字的數字的背後 會跳出那個QG8來 待會就QG8給大家看 好 這個用法很簡單 它首先呢 這是一般手機 對不對 一般手機 然後一般手機呢 我們就是 這種薄殼 薄殼在用的 薄殼在用的 好 待會要給你看的一個是 全包覆式的 好 這是薄殼 沒有問題的 然後 你要直 OK的 要橫 OK的 上熱靴 OK的 那麼 這個熱靴可以擴充成三個 可以擴充成三個角度熱靴 那麼 應付我們在工作上 所需要要的東西 那麼這個叫做 QG7A QG7A呢 它沒有辦法放行動電源 但是呢 它很厲害的地方在這邊 看一下 它這裡有一個蛋蛋 拉就出來了 這個蛋蛋 那這個是為了這個 其他品牌 其他機種設計的 那 各位看一下 你就這樣轉進去 好 這是其中一種 但是呢 壓不夠 因為這裡是給 這一台用的 這一台 其他家的牙都做得非常的淺 所以 這一種狀態是給 這一台用 就是 Crane的 或者是其他的Crane的品種在用的 好 這時候要換東西 各位看一下 這個要講一下 我們出去的時候 這裡是叫做 這個叫做 阿蘇比的這個修正圈 那這個是電片 挖下 這是螺母 好轉下來 轉下來之後 才會變成 M4 SWIFT CAN系列用的 這樣就是SWIFT CAN系列用的 SWIFT CAN系列用的 SWIFT CAN系列就是牙特別的深 對不對要注意 牙深的不得了 比那海事 比深蒙海事還深 好來這邊 這邊看 來來來來來 來了來了 好進去了 好進去之後呢 很卡手 因為我要示範這個卡手 這邊一拉他就下來了 你看我線都在動 他都沒事 勾破他都沒事 來這邊先退上去 這邊退出去 然後輕輕的把它滑進去 卡 好搞定 來這個好處是什麼 它可以自由調角度 蛤 結果呢 是這裡送掉了 好 教大家怎麼弄齁 轉 轉 這邊變成是什麼 扳手的狀態 用轉這裡是在扳手這裡 扳手這裡之後呢 你這裡就可以自由調角度 自由調角度 自由調角度 好再來呢 很OK 好為什麼要做得這麼開 道理很簡單 就是避免弄掐啦 就是不想讓你弄掐 這裡留足夠的空間不讓你撞車 這個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能在右手拿的時候 手會稍微右邊一點點 這裡剛好螢幕在你的面前 你會比較好操控 在這邊 對焦拍照 都在這裡 好 形成這個形態 好 那假設你這個電不供給它 你可以供給它 這裡有個孔 這裡有個孔 保護你的那個 這裡有個孔 電插進去之後 這個線頭呢 保護你的這個機器 避免傷害 避免你的機器 受到那個 接頭的那個 斷裂的危險 好 各位看一下這邊 這是micro嗎 這是micro嗎 iPhone 這是iPhone 插到死 這是iPhone 好 這樣線就保護住了 就不會讓你的頭頭給壞掉 搞壞掉 那收的時候怎麼辦 各位看一下 這樣就收好了 收好之後呢 我這邊就拔下來就可以了 看到 這樣子一拉就下來了 那我收很快收 裝很快裝 這就是這個 QG7A 多了熱靴 多了熱靴 然後裝的注意 只有這個牌子 要這個拿下來 只有SWIPCAN要拿下來 其他的都可以直接上 這個頭頭 好下一個就講的是厲害了 我的QG8好了 QG8要給誰 這個好了 這個叫QG8 這個叫QG8 怎麼怎麼講他那麼QG8呢 因為他很小 他這麼小 然後呢 他巧 然後他還可以做很多的事 那原廠的這隻腳給我一下 這個 我比較喜歡用雞爪 因為他是倒收的 體積可以減小 那原廠的呢 他是下收的 他下收的 會變長變大 所以 今天的主題比上次親切 是是是 好 那各位看一下喔 他幾個功能 他除了這樣 他除了上這樣用之外 這個厲害的地方 他有熱靴啦 那他有下四分之一孔 橫的可以用 直的可以用 橫的可以用 好 這是他的特色 那又可以 角度可以折 然後再來這裡 這裡有 角度控制 這裡有角度控制 好 可以任意角度 那我們低角的時候 可以角度控制 再來補燈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自己 控制燈光的角度 好 這是一個用法 好 好 這個扣上去 一樣齁 偷偷把它弄出來 這個叫偷偷 弄出來 推一下就進去了 好 推進去之後呢 啪一聲 就代表完成了 好 那這裡可以調角度 這裡可以調角度 角度的 鬆緊在這邊看一下 捏住之後 這是緊的 好 捏得更緊 轉得更緊 它就更緊 好 可以從60歲到18歲的 緊實度 不太一樣齁 依照個人的狀況下去調整 好 看你18的還是60的 那 那這個 這個是消耗品 我們會有兩個在裡面 寫一下 這個寫一下 這個會有兩個這個 這個 這個叫調整線 調整那個 螺盤 好 它這個是控制它的鬆緊度 調整螺盤 再來齁 這個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起來了 就加緊啊 好 看得懂了齁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用這支手機GoPro連線它 那讓你們看看為什麼要這樣用 啊 對不起對不起 這支 這支再拿一支手機連線相機給你們看 我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支 再拿一支手機 我裡頭有手機 拿一支手機連線它 連線它 好 這是QG8 這個是QG8 這支 你看 我跑到別人家那邊去了 交出來 好 各位看出來了齁 再來這裡可以這樣摺 太長沒有關係齁 它可以再摺 摺小一點點 讓你收納的時候 比較好 瘦 當然啦 它的收納關鍵就是在這邊 可以很快的拿下來 好 另外一個應用看著仔細齁 這一支叫QG8 QG8 QG8呢 你這樣子把它轉下來之後 它又有另外一個玄妙空間應用 還這個 原廠給你的三腳架 那麼這是DC用的三腳架 金屬 好 這時候就變成自拍棒了 現在就變成自拍棒 好 停掉連GoPro好 各位看到沒有 它的功能又變成這樣子 那你又變 可以變成什麼呢 可以放手機 當作什麼呢 當作追劇台 直的橫的都可以追 直播的時候可以放麥克風 橫的時候可以放麥克風 放一支燈 形成一個追劇台 可以追劇 就這樣 然後收起來也很小 收起來就小小的這樣 可惜不能再折下來 再折下來就斷了 它就是折大概這樣的角度 這個是 這個是給穩定器用的這個裝備之外 你可以另外活用給客人 就是當手機監看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我要這樣拿呢 好 我跟大家說明 就是當我們在拍片的時候 那麼攝影師呢 他拿的是三軸穩定器 在那邊跑來跑去 那我這時候手機就變圖傳監看 你搭配CNR你就可以監看了 那麼當作一個監看的一個 手持的一個裝置 或者擺在桌上 給導演當監看用 這個東西就可以這樣用了 好 那不用就新歡說的妙了 呵呵呵 啊 混音器上市喔 混音器有點耽誤 混音器 因為那個 嗯 混音器的那個 那個 燈啊 沒有辦法判定什麼時候沒電 沒有 沒有殘電警告 好 那我現在假設GoPro去拍片 那我現在呢 你待會兒好好走 好好走 各位看一下 那我要監看啊 GoPro 好準備喔 看喔 好扣住了 好監看 準備走 那我就是可以監看到工作上的畫面 好 GoPro塗裝還不賴耶 這拿直的 不要拿那樣 拿直的 先拿直的 好 那來看 看直的 直的使用 GoPro能不能直的用呢 我印象中是可以的啊 可以垂直拿耶 印象中 好 各位就看到了整個的一個 整個型態 那麼我們可以監看工作上的畫面 給我 可以垂直嗎 可以垂直嗎 可以啊 好你把它轉垂直 剛剛的畫面在這邊 好 可以直的用 這是分離的時候用的 就是拍的跟監看的人是分開的嘛 然後可以在這邊按錄影拍照 這裡這裡 按錄影拍照 好 好 那我現在呢 要把它結合回來 QG 這個是DC嘛 各位 這個是DC嘛 DC的腳架 是長這樣子的 那我喜歡用這個 我喜歡用這個 好 那現在把它拆掉 它原本附給你的金屬的 很好用 好 再把它結合回來 好 結合好之後對不對 這裡轉緊 這裡轉緊 轉緊的用意就是在做什麼呢 做角度調節用 做角度調節用 這裡轉緊 角度調節 還有一個祕密喔 這裡是熱靴的齁 這裡是熱靴的齁 你還可以放在相機上面 這個 這個是目前齁 手機架裡面齁 基本上是功能最強 強到不要不要的 強到不要不要的 M4S也可以 這個M4S也可以用 好 看一下 好 直的 橫的 都OK 那在這邊這個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線比較危險 比較緊張 好 它又來了 又來了 裝反 我裝反了 好 裝反了 轉過來就可以 轉過來就可以 好 轉過來 它是內壓型的 從電口要朝下 從電口朝下 我這手氣不好 你幫我轉正 好 變正了 看喔 好固定住了 就形成了GoPro的一個什麼呢 監看裝置 這個是QG8 QG8 那因為QG8本身有熱靴了啦 所以我們就不幫它 不幫它打造熱靴了 那你要再加個熱靴可不可以 可以的齁 你就再買一個熱靴 加在這下面 一個熱靴兩個熱靴 一個燈兩個燈嗎 可以啊 你高興就兩個燈了 好 這是 QG8 的 快拆系統 好 接下來QG9 慢慢帶來拍照 QG8在這邊 再來QG9 QG9長這個樣子 一個是手機嘛 一個是行動電源 這又是另外一個型態的用法 一樣的 短螺絲是全部通用的 那這個拿掉變成長螺絲 就變成是 M4系列 M4系列用的 好 各位看到 橫裝在這裡 QG9 橫裝 然後 可以進來 然後 教大家 這按鈕如果會壓到 在這邊 點熱溶膠 點熱溶膠 這兩個點 點熱溶膠 就不會發生那個現象 好 那自由轉體 自由轉體 好 QG9 好 QG9的特色在哪裡呢 一樣有兩個四分之一孔 這裡 然後一樣可以 鎖在這個地方 然後拆下來當什麼呢 就當作追劇的架子 好 QG9 沾仰一下 行動電源借一個好嗎 那為什麼要裝這個東西 是因為 我們有一個特殊的需求 就是長時間工作上要用的人 那麼這個時候呢 各位看一下 行動電源有了 手機監看也有了 咱們這樣都不得罪了 該顧到的都顧到了 那麼這樣就是長時間的一個運作可能 那你會問到說 GoPro能不能控制呢 GoPro只能用聲音控制 目前是這個方案 只能用聲音控制 那通常那個 我們在搖 遙控的距離大概就是左右 左右大概就是 180吧 那這個已經有600多度了 好QG9結束 再來QG10齁 QG9在這邊 好拆很簡單 各位看一下齁 拆有夠好拆的 一隻手其實就可以 但是我是怕這個線 我兩隻手 這邊齁 拉一下 然後就下來了 感覺我要把線剉到 有沒有看到 好沾仰一下齁 然後GoPro監看OK的 GoPro監看 現在都是監看的時代 動不動都是要靠近看 拆下來 也是一隻手 拆下來 行動電源拆下來 好 QG9 QG9 可以自由調角度 自由調角度 然後一個孔 讓你擴充用 好 收回去 好 這個電片 基本上就是告訴你 所有的穩定器 都要加 這個電片 所有穩定器 大部分都要加這個電片 只有Swift Can 這個電片要拿掉 轉下來 把這個電片拿掉 就是Swift Can用的 所以我們會給你這個樣子 好不好 QG9 再來QG10 QG10 QG10 特殊用意 是這樣子 它就是 比較 敲落打鼓一點 比較招搖一點 就比較招搖 怎麼個招搖 那就大 稍微大一點 QG10 比較大 雙熱靴殼 何時上市 還沒有還在收單 額 GoPro收音頭兩難 對啊 那個 GoPro就是收音頭 收音頭很討厭 不好買 那收音頭 不給人家買 換個電池 這裡換個電池 待會要講的是 DC了 待會要講DC 可否使用Type-C Hub 接出來一個充電一個再接外賣呢 GoPro的是這樣 來 GoPro的那個聲音頭 我解釋一下 GoPro它本身就是一個 Hub 它的 Hub 收音方式是這樣子 一個是接收音的 直接給我就好了 直接給我不用拆 那各位 你如果說 找GoPro收音頭 我們這裡真的會來一些些 很少很稀 各位看一下 它這是充電孔 這是收音孔 這裡 捅給Go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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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捅進去之後呢 就解決掉了 你邊充電邊收音的這個問題 好不好 那這就是 GoPro這個頭頭貴的原因 非常的貴 1900塊 1900塊已經可以買一個便宜的三軸穩定器了 這有點違反比例原則 好 接下來 講的是這一個 是 行動電源在這邊 那剛剛QG9 它這個是做死的 這個是做死的 它的角度兩邊都是死的 你要直的就轉這個方向來用 橫的就轉這個方向來用 那這個不曉得 這個就是做起來不一樣的 這個不一樣的 這個是 轉鬆之後 轉鬆之後 可以轉橫 可以轉橫 可以轉直嘛 可以轉橫 可以轉直 轉好你角度之後呢 也可以轉45度 隨你爽 你喜歡斜斜的 好 這樣就固定住了 這樣就固定住了 好 然後 你會害害是因為這裡還沒放手機 放手機下去就 不會害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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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麼簡單 那一樣 一拉就起來了 好 那讓你 看看實際上裝起來的結果 看看實際上裝起來的結果 一聲 輕輕脆脆的 輕脆的不得了 一聲 好 那裝上去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 示範它 示範它 讓你知道它是可以斜的 好 搞定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 利用它來 直播 它就可以直播了 它就直播了 直播 然後又兼很多的功能 好 QG 死 死不死啊 對 死喔 一天要搞那麼多花樣出來 其實很累人 都會記不住 那謝謝我們的同仁幫忙 好來 這個角度 OK的 那為什麼要這個角度改變呢 因為我們有時候 會這樣子用 那麼你如果不能改變角度 它它向天 那你就會看不到東西了 那有時候我們會拿的很高 拿的非常的高 由上往下拍 那麼你就可以在下面進行監看 拿的高高 在上面 由上 由下往上看 監看 搞定 好 好 錄影 欸 GoPro的鈕 你又跑到我左邊去咧 開機接 這裡啊 好到那邊去咧 我以前是記得在這邊 好那好處就來了嘛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空了嘛 好 再來一個事情 再一個事情 我那天 我以前發現的一個 可用之處 什麼叫可用之處呢 就是這根棒棒 這根棒棒鎖在這裡 那我可以在這裡做 Roon In Roon Out 那Roon In Roon Out怎麼做呢 我試一下 給你們看齁 好 GoPro Roon In Roon Out要學嗎 好 教你們齁 GoPro Roon In Roon Out首先 這裡按下去 然後呢 4K把它改成 1080 然後這裡把它改成 線性 好 那能不能Roon In Roon Out呢 好 好 Roon In了齁 Roon In了齁 有沒有看到Roon In了齁 好 Roon Out了有沒有看到 好Roon Out了齁 Roon Out了齁 我靠 那靈敏度 簡直不一樣 我靠 欸沒有用 好 Roon In Roon Out 這樣廢了嗎 各位我的朋友 好 教你們Roon In Roon Out GoPro 請問這是什麼濾鏡呢 OK 好的 先生們女士們 這個鏡片呢 現在叫做UV保護鏡 純粹就是在保護前浴之用的 那麼非常討厭裝這種東西 因為這種東西會折損化質 那有遇到要光的時候呢 它會有反光的現象 不是很理想 那有沒有那種不會的呢 我還沒 我還沒遇到過那種 完美的這種保護鏡 在某些時候 它會有一點點綠光 或者藍光的點點 或紅光的點點 在某些角度就是會出現 我用過那兩千多塊的UV鏡 好 國家的 我講到嘴巴全部挖掉欸 也是一樣照出來 有一次很重要的畫面就失敗掉 因為上面有那個光的那個 藥光有那個光的點點 紅紅的一點點這樣子 某個角度過去就會遇到 很貴的UV鏡啊 後來我就再也不買UV鏡了 因為我覺得不會好 因為掛個保護鏡在那邊 結果把作品給弄壞掉了 得不償失嘛 對不對 那我這邊我還是覺得就是說 人不裝就不要裝 可是CPU跟ND又是沒辦法的事 雖然會折損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你拍照 拍照你會放大看圖片的人 你買好的ND 貴的ND 如果你是拍影片的人呢 普通的就可以了 因為你不放大 因為我發現我是 我是木耳加上木眼 沒有很鷹眼的銳利度的這個 辨識能力 我後來發現便宜的那個ND鏡 就夠我用了 那當然就是說 ND減光的那種 減光鏡的可調式的會有十字紋 CP的會有十字紋 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Pose現在為什麼GoPro不直接反鎖呢 聽得懂他講什麼 GoPro為什麼不直接反鎖 你GoPro可以往那個方向裝 然後這樣子拿 就不會穿幫了 GoPro聽我講 我還是不懂 就是夾的時候 不是要把它反過來 喔 這是DC版 這不是M4S 所以不用反過來 所以不會拍到穿幫 兩個角度都能裝 各位看一下 李志成你好 我的同學你好 那一個壞消息 我一個朋友 叫做李夢 李夢君 他呢 就是 在做那個雷射 雷射筆的 關心用的雷射筆 那他前幾天去香港 結果沒有回來了 那現在找不到人 希望他平平安安 趕快回來 好 各位 因為你裝那個方向 OK的 裝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OK的 你只要這樣拿 各位看 你只要這樣拿 那麼他就拍這個方向 拍另外一個方向 就不會穿幫了 兩個方向他都能裝 那手機也是一樣的道理 手機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兩個方向他都能裝 那這是DC版 好各位看喔 我為什麼要這樣用 因為我這樣好操控 好操控啊 我好操作喔 你看 這邊我告訴你喔 你可能要用 那個要用iPhone 用iPhone的 RuneIn Luna才會順 用安卓的RuneIn Luna都用跳的 不是很順 那你會覺得不順 你要喝中醬湯 其實也沒有什麼用 它不順就是不順 跟喝什麼湯都一樣 它不會因為你喝了中醬湯 它會變比較順 所以那個安卓的部分 就會有安卓適應 安卓優化 安卓的這個 某些機種呢 它就是有死穴 那用GoPro我那天試 結果應該是可以 GoPro用iOS連線的話 應該是可以比較順 好為了驗證這件事情 我請人家去連iOS系統 好看懂了嗎 我高低腳呢 我高低腳可以任意 任意折 任意折 那同時輔助我手持 但是你直接拿這一根 會斷掉 會斷掉 因為這裡整個都是塑膠結構的 好 它可以放行動電源 你知道的嘛 這你應該都知道 它要放行動電源的 一樣放行動電源 好厲害喔 行動電源 行動電源我把它垂下來 好這樣子放 讓重心比較舒服一點 好 哇這就直接拍照了 直接拍照了這樣 直接拍照了這樣 這個拆給我 來我去那邊拆 好 好 這個版本呢 其實就是QG7 這是QG7 但是這個版本有點Special 它可以裝UAG 各位看一下 我們教你怎麼裝UAG 這個拉過去 往外一拉就好了 好 這個拜託一下 這個拜託一下 這個 你一定要給我顧好喔 掉了我很麻煩 我現在申請不到 我申請到一個而已 但是那個是客人的 這裡注意 這裡平常要注意 那我會建議你 建議你 這個 裡面塗一個雙面膠 然後再把它塞進去 它現在大概是60歲的水準 鬆鬆的 六七十歲的水準 鬆鬆的 那你要把它變18歲 你就塞東西在裡面 它就變18歲 會很緊 好QG7的一個妙用 各位看一下 你如果是手機殼 很大的那一種人 UAG這一種的 大大的這一種 你就是把裡頭那個膠條 撕掉 那我們裡面會有 三個薄片給你 三個薄片 你把它貼上去 那膠條呢 你就把它收起來就對了 那你就可以用大大的手機殼 就會完全包覆大大的手機殼 因為大部分的夾子 手機殼都吃不進去 尤其是UAG這麼大的 你看滿滿的 整個包覆住了 這就是QG7裡頭的內強功能 你拿一個QG7 楊輝拿一個QG7的產品好不好 要加上A的產品喔 QG7它的原版狀態是長這樣子 各位看一下 它原版的狀態是QG7A 它有一個軟墊 兩個軟墊三個軟墊 都是厚實型的 然後呢 我們裡面呢 會給你這三片 這三片 你把這三片摳下來 摳下來之後 再把這三片貼回去 貼回去之後 大大的手機殼 照樣完整包覆 好 那如果手機殼你TKey的話 你硬要裝也可以啦 什麼時候要給你落下來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會知道的 好 大手機殼照樣可以裝上去 好 這是UAG的 啊UAG大家知道比較厚啦 這也知道UAG能摔嘛 對不對 大家知道的 好 好我用正確的姿勢給大家看 正確的姿勢就是 這樣子抓著 這樣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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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 要推一下就會進去一身 那就很緊 好 搞定 好慢慢連線喔 這裡 這裡連線 這個是 然後 然後 怎麼會這樣子 右邊 右邊喔 真的很擊敗 我跟你講 唉 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啦 結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啊 這個椅子 行行甩甩甩 另外一隻也一樣嗎 都一樣 都一樣喔 謝謝你的提醒 我平常沒有注意到這個行行甩甩的問題 我想辦法再去買一個不會行行甩甩的 有比較好嗎 好換一隻手 換一隻椅子齁 比較不會行行甩甩甩 心心甩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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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心甩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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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 甩甩 有好一點啦 好一點 好 接下來你們看一件事情來了 剛剛的安卓呢 在我們蘋果系統當中所產生的結果 完全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有潤喔 iOS有潤啦 然後呢 安卓呢會 用跳的 再來呢 兩邊完全顛倒 錄影拍照完全顛倒 真的是很很很疾敗 我跟你講 真的 就變成說 安卓的人跟iOS的人是 是完全 不一樣的結果 好看到差異了齁 M2滾了馬達 對對對對 M2的是不會擋 比較不會擋 但是事實上呢 這個口呢也很開闊 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現在呢 在這個DC穩定器的世界當中 最推崇的兩個作品 DC穩定器當中最推崇的兩個作品 分別是 小巧精幹的 誰呢 M2 那M2呢沒有擋螢幕 DC會擋螢幕 但是兩者的架差也相當的驚人 也是很恐怖 但是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的重要性 所以它左右開工可以用 今天又是一個新的發現 左右它都可以用 左右開工都可以用 穩定器記得一個重點 一定要買超過360度 就是要600度的 不然你會很辛苦 第二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這是600多度 有沒有看到 一圈又多 好 好 來 一定要買超過360度的 好 另外一個重點 我把它拿掉 先拿 我看看可不可以這樣用 我這個錯誤示範 你千萬不能夠在開機的時候做這個動作 好 我只是 因為我東西都是要 要測驗嘛 要把它弄到壞啊 好看喔 要能夠做這個動作 才是一個合格的 三軸穩定器 要能夠做到拿的動作 才是合格的三軸穩定器 不然你沒辦法倒拍啦 這個要注意 要能夠做 八八輕輕刷的動作 就是到拿 好 這是它的優勢 能夠這樣做的穩定器 非常的少 現在 我就舉這個M2的例子好了 M2也是不錯 但是它沒有辦法 它會卡到 所以各有各的優缺點 然後 它沒有全時的搖桿 它的搖桿是有限制的 它的搖桿呢 只有在Olock的時候 可以上下左右 然後上下是顛倒的 推上它往下 推下往上 好 這是要進去 那個調整 好 要進去調那個APP 好 好 那當然價格8390也相當驚人 那這是4980 中間是5000 差了3400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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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看一下 大小大概就是這樣子比 齁 也沒有 也還好耶 沒有小到哪去 其實沒有小很多耶 其實沒有小很多耶 各位看一下 猜 這一台其實只有小 三公分 哈哈 沒有 找到 要 找到 我們擠一下喔 其實沒有小很多耶 差三公分吧 你幫我判斷一下 你遠遠看 差不多 差不多 你最高 最高端 千千 兩千塊 兩千 差不多 哇 我還以為小到哪去其實只差個兩三公分 高度 我們以這個瓶高 這個馬達瓶高好了 下面就差這樣子 只差大概兩三公分下面 好 那他們各有各的優缺點 就是說 這個沒有辦法做 八八琴琴刷的格式 他不能夠倒著拍 那 再來就是 這個要出 這會出搖桿 這會出搖桿 搖桿就快出來了 好 記得這一根 這一根 這一根跟這個要平行 同一個角度 這一根跟上面手機要平行 同一個角度 它才不會倒車 好 以上 讓你在工作的時候 可以做這件事情 很重要 好 好 通常呢 手機的APP 已經做得很不錯了 所以呢 我們待會呢 會給大家做一個充足的示範 為什麼手機 今天要講的是 為什麼手機架這麼重要 手機肩看家這麼重要 然後 掛附在這邊呢 讓你在拿的時候看喔 我在拍的時候 我這樣拿的時候呢 螢幕在這邊嘛 可是人的右手是要 處理往中間移動 可是人的右手就在右邊 人的既然右手在右邊 我們就讓他擺到右邊去 那螢幕在我的臉上 這是我們抓到最適合的一個舒適程度 就不用刻意把手掰到中間來拍 這樣子手很痠 所以就這樣隨便拿就可以了 好 右手還是留在右手的位置 最舒適 那螢幕卻在我的臉上面 爽啊 就是這樣子 可以試著從螢幕的後方繞過去 半導拿上去 試著螢幕從拿上去 不可能啦 他可以倒拿嗎 你只能這樣子拿 倒著拍啦 你只能倒著拍 他沒有爸爸琴琴刷模式 他沒有爸爸像座山模式 他沒有 用破水平的方式倒拿 倒拿低拍 目前是這個方案 那低拍非常的重要 貼地拍非常的重要 你有常在拍的人就會知道那個重要性 然後 必須說一件事情 性能這一支是比較好的 這我們也是肯定的 但是 他很多做不到低吸的功能 有一些功能是低吸 他做不到低吸的功能 就是倒拿 那麼 再來就是 載重也差不多 載重都差不多 可以載重差不多 那這一支貴有貴的道理喔 因為這裡是金屬的 很多都是金屬件 金屬件的量比較多 那這一支 兩支都是部分金屬件啦 那這一支金屬比較多 大家要這樣承認齁 東西就這個差異 那這邊謝謝大家囉 今天講的從QG7QG7AQG8QG9QG10 總共四個 四個最厲害的這個手機架呢 會讓你在工作上帶來很大的方便 尤其就是說 初學者拍東西的時候沒什麼太大的自信 健碳會是很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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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聽我講齁 沒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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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GoPro不給電池的情形之下齁 你要這樣子用大概只有兩個鐘頭的時間 估計只有兩個鐘頭 他就點不起來了 那怎麼辦呢 來幫我把行動電源送到這裡下面 我們再給大家示範一個使用方式 就是把行動電源送到 行動電源送到穩定器 穩定器再把電送給GoPro 那這樣就可以搞定你的長時間使用的可能 那我們今天這個 示範到這邊齁 那麼這裡還有兩個冷靴口讓你放燈 放麥克風 那麼這裡還有一個可以讓你放 那我 真的很不喜歡他這個 就是說 搖桿的設計 因為他搖桿 就是只有Olock的地方可以讓你搖桿 其他的地方是不行的 好 關機 好 關掉了齁 然後他是這個 他這個角度是無限位的 他這個角度是無限位的 也就是他的優點 這是他的優點 那鞋台意味著一件事情就是說 調整上來講要比較吃技巧 鞋台式都是這樣 好勒 那 讓你們知道現在有多慘齁 OK 要直播聽BOSE在講才知道 Go Pro可以把它訂實用 好 SEO season 在唱衰的啦 但就我嘛 不是啦 誠實嘛 就是真的是不好 不好我才在那邊播嘛 好 我幹嘛播呢 就是不好 非常的不好 那我都已經這麼努力了齁 還是不好 那怎麼辦呢 就更努力嘛 還不簡單 是不是 我都已經這麼努力了 還不好 那就是更努力啦 好不好 供電了嗎 沒有 聽我講齁 這個 有在閃嗎 有啊 有在充了 好來 各位 麻煩您注意一下齁 你要先怎麼樣你知道 一開始電要先充飽 才有足夠的推力給GoPro 電充飽在這邊 充滿檔 然後才有辦法推力給GoPro用 好 這個時候推給GoPro用 怎麼弄呢 聽我講齁 再弄一個行動電源 給我們的穩定器 你如果真的要長時間 你只能這樣乖乖的幹 乖乖的聽我的 只能這樣子 好不好 你只能這樣子處理 充電給這裡 這裡再送電給GoPro 那這樣就真的長時間了好不好 那如果你理解的話 就讓你知道一下 長時間供電的方案 就是這樣子 好 那如果只剩下 兩個電呢 只剩下兩個電呢 只剩下兩個電呢 基本上是推不動GoPro的 好 這個經驗值跟你交換 好 穩定器要做一件事情很重要 各位看喔 這個是穩定器裡頭很重要的一件事 非常的重要 然後角度一定要大 各位看一下 角度一定要大的不要不要 你才會好用 穩定器一定要買 角度要大 因為我們在玩穩定器就是角度多嘛 如果角度有限位 所以你就千萬要考慮 是不是你要的東西 好 角度要大 然後我在操作的時候 螢幕隨時都可以 在我的位置看得到 這也是很重要 好 那我進可攻 退可守 我輕巧這樣用就好了 好 輕巧這樣用 那我甚至於連這個都不要 但是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 這個對我來講 它 我以前沒有這一隻雞爪的時候呢 我 尿尿一隻手 尿著褲子都死 尿著整個褲子都死 那我自從有了它 我上廁所 我就這樣勾著就好了 勾在這邊 那勾好之後呢 我就開始 尿尿了 那尿尿之後呢 就更爽了 就不會像上次尿著整個褲子都是 有夠丟臉的 因為我一隻手拿 拿穩定器跟GoPro 另外一隻手在那邊掏雞雞 好忘記了 應該是 我在那邊掏雞雞 然後 欸 欸 戴老師那個還要一個QG10A 如果沒有熱靴的 都要給人家一個 再一個A版的 好不好 那結果尿的褲子都是 後來我就 找到了這個厲害的雞爪 然後可以到處勾 勾在我的褲腰帶 我的皮帶 我的不辣這邊 我的不辣架這裡 我勾在不辣架這邊 比較常常 因為拉起來就開蛋了 李三人市場飽和了 開班授課 讓更多人參與 才有更上一程度的產員 謝謝BOSS用心的介紹 感恩喔 謝謝謝謝 然後 這個 這樣子 是不是就不用買GoPro7 Hero Black 買它普通方案 再買M4 SDC 還是BOSS你直接買GoPro TC Hero 如果不急你就等8好了 齁 我 騎我還有庫存 我照樣跟你講 不急你等8好了 8就快出來了 G G7 GoPro7 然後G GoPr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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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就快出來了 那麼你等一等 忍一忍就過了 8就快出來了 如果8沒出來呢 那就真的事情大條 應該是會出來啦 那家公司目前都還OK 只是虧損 不賺錢 那 還有什麼要講的 好 就這樣子啦 差不多了 好 現在 熱烈的 推動兩台機器 這兩台機器呢 分別是 這個M4 齁 然後 M2 這叫M2 Crane M2 Crane M2 那這是M4 S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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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是 Crane 2 各有擁護者喔 但是 還是這個賣的比較好 因為 三台 這兩台都是三用機 GoPro手機 數位相機 三用機 都是三用機 因為這一台可以做這個動作 還有這一台呢 有 比較 多的擴充性 各位看一下 下面很多四分之一孔 它四分之一孔可以加掛一些東西在這邊 將來可以加掛一些東西 特殊的相機 的應用 好 今天用的是 手機直播 原因很簡單 我們原本只是要錄影 那把剛剛那幾個 使用呢 錄給大家 後來想想 乾脆先播好了啦 這樣子呢 又可以多一些人學 那多一些人 一些人參與 那我們呢 就多一些種子在外面 那麼我們就可以 很快的呢 完成我們的 產品的一個推廣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那麻煩後製的同仁 依照 我們的 QG7 8 9 10 跟有A的部分 有A就是 有A就是有這個東西 叫做忍靴 那麼我們會 這幾天上市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 多多的支持 我們在這邊的心血呢 希望能夠發揚光達 好我忍 感謝BOSS 如果M4S 轉接板和D7差別在哪裡 M4S轉接板 M4S麻煩一下 M4S麻煩一下 他跟轉接板 呃 如果你沒有DC的人 和轉接板 如果你沒有 你沒有買數位相機的人 沒有買數位相機的人 那你就只有 你只有GoPro跟手機的話 你就買這個就對了 買M4S 這樣就對了 這個是最優惠的方案 2980加板子 阿板子版本很多啦 加板子 這是最優 最多人用的方案 再來一樣齁 很多人最近又 因為影片久了之後 就沒人注意了嘛 一樣齁 你如果 這是手機殼版的 把這個拆掉 拆掉 那手機殼就可以順利上去 就可以順利上手機殼 手機殼完整包覆 能夠完整包覆手機殼就這一隻喔 這隻當初在規劃的時候 就有考慮到台灣人的習慣 預設了手機殼的使用伏筆 有沒有看到 手機殼在這個封封 是夾的 夾的緊緊緊 不會脫落的一個厲害 那我們把它做好之後 它就是 一個 很適合 有手機殼跟沒手機殼的朋友 那麼 M4S DC跟M4S轉接板呢 M4S轉接板 基本上兩個都可以考慮啦 上次有買 但是GoPro現在有新的RX0 板就不能用了 啊 那個RX0的板呢 又貴 因為那個板子是手去磨的 很好工 產量又少 好 一樣 三軸穩定器再怎麼買 都要注意的一點 一定要這個 爸爸向座三 不然你拍小孩子一定會 小孩子會不聽話 你不能趴在地上拍小孩 要有威嚴的這樣拍 爸爸向座三模式 可以這樣子拿 再來 角度一定要多 各位看齁 角度一定要大 角度要大 買穩定器角度一定要大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角度要大 這是重點 再來 一樣齁 三個教你怎麼挑穩定器 這動作一定要有 看齁從這裡開始齁 好一圈 一定要超過三百六 不然你會很辛苦 然後呢一定要能做這個動作 看齁 盜夢空間 這是第四個選項 欸 摺疊能盜夢嗎 摺疊 你問一下小齊 摺疊的可以盜夢嗎 應該不行嗎 應該不行吧 因為他連低腳都沒辦法拿 怎麼盜夢 飛魚沒有搖桿盜夢 基本上不可能嘛 Mini S是可以的 好盜夢空間 總共四個重點 三百六十度以上 然後八百千千山 然後搖桿 要有搖桿 然後呢 要能夠盜夢空間 然後呢 就差不多啦 這裡也是少數有的 總共有三個四分之一孔 好 摺疊三軸穩定器 現在唯一推薦就是誰啦 VP好了 真的是他 摺疊三軸你要買就買到最小 摺疊三軸你要買就請你買到最小 真的 那個搖桿不重要 因為推不上去嘛 往上推他會弄加嘛 你如果要買摺疊穩定器呢 我就跟你講 買台灣在台灣這邊保固維修的 這個叫做飛魚的這一隻 你如果要買就是買這一隻就對了 這麼小啦 然後又便宜 如果你要買摺疊的就買這個 如果你一定要買摺疊的 出國旅遊買給老婆這個是首選 真的 但是角度限位太大 我用不習慣 但是我出國我還是會帶這一隻 我出國還是會帶這一隻 那工作呢 又出國完了 M4S 好緊急插播一個重點 最近呢 廢掉的人太多 手廢掉的人很多 手廢掉的人無不計其數 那我們要解決手廢掉的問題呢 就要有這個東西叫做胸器 那這胸器呢 看不太懂 但是應該不難以解 好 這個最新的胸器呢 各位看一下 好 這個就是讓你的穩定器 勾在那個 他的兩旁 A1 Pro好了 勾在你穩定器的雙手持的位置 你推出去之後 力量就會在身上 看好 有點複雜 我把它弄起來 摺疊三軸齁 就是VP這一隻 是很推薦的 摺疊的 那這個產品要給人家放那個 要給人家放快拆 那我們就勾在穩定器上面 勾上去之後呢 你就會省力了 所以手會廢呢 就靠這個東西 這個我好需要 我坤不給你裝 是是是 手會廢呢 基本上是 所有穩定器當中 沒有解的 那這個叫做 胸器的這個東西呢 就是專門在解決大家 手會廢掉的問題 增加你的肌耐力 好 那麼 它中間還有一些 特殊的功能 就是你還可以附掛 這邊附掛一些東西 附掛下去之後 你就會很省力氣 那這個也不太貴啦 這個有三個版本 我待會跟你一一的解釋 總共三個版本可以使用 好 那麼這叫 新一代的胸器 好 胸器呢 又分成 依照個人的體格不同 它有高高低低可以用 高高低低可以用 有的人要高 有的人要低 看你的角度 你可以調整它 那調好之後呢 就厲害了 就會省力 省得不要不要的 好 準備示範給大家看 誒 他的手機叫丟老薰啊 好吧 我原本要扣他給你 各位 省到我告訴你 省到你放雙省 還可以 省到你控膠的時候呢 你會很爽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怎麼說呢 我都已經放雙手 你還要怎麼樣呢 好 我手出去的時候 控膠嘛 控膠 這都拿走了 謝謝 謝謝 好 各位 這樣看就仔細了 空膠有沒有看到 整個力量呢 都在我的背跟脖子上面 超牛的 好不好 這是胸氣 胸氣 那下來的時候呢 這裡可以脫落 這邊一拉就脫落了 這邊一拉就脫落 好 彈簧有壽命的喔 時間到該壞就要換 那隨時這個接線處呢 有沒有斷裂的問題 都要注意一下 好 如果已經有損傷損壞破損的時候 該換就要換 好 這個胸氣呢 在這邊 那另外一組大胸氣 很高級喔 這個胸氣就比較兇悍一點 這個胸氣 好看喔 這個就大組的 大組的胸氣 人家問這個多少口口 維琳麻煩抱一下 胸氣的部分 不是喔 不是喔 剛剛那個是990 剛剛那個是990 剛剛那支990 多功能穩定器背心 來 990 990 你現在這一組的 這一組是大組的 大組的 這裡還可以再扣相機 這個比較厲害 這請他們查一下價錢好嗎 大組的 有點看不懂 想問那大組的 這裡 一支相機 兩支相機 穩定器 你這樣就不會累到了嗎 手都放掉了 你還累到什麼什麼 還怎麼個累法 欸胸氣是胸部的胸齁 胸部的胸齁 胸部的胸 武器的氣 這個有型耶 這個好看 你玩穩定器 要玩一整天 你一定要有這個東西啦 不然你 你就是 練過的 那種 館長那種才有辦法 這個也可以扣 這裡也可以扣 它就可以扔下去了 當然不好 好 零食插鍋 這個好東西 零食插鍋 這個好東西 胸氣 大組的知道多少錢嗎 這個是1580 這個是1580 大組的1580 然後讓你的力量呢 有效的 有效的釋放 那你也可以只用腰帶 這腰帶就是讓你掛鏡頭用的 掛鏡頭電池有的 那攝影背心呢 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概是長這樣子 好 掰掰 請後製的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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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